好 那麼我們現在呢大家都登錄到這個雲端硬碟之後 我們先來看一下齁 其實如果你真的把它當作硬碟來用也可以也沒有關係 但是你會發現當你一登錄之後預設的話 大致上會是像這樣子就是全部都是空的對不對 好 全部都是空的齁就是只有這樣子而已 只有這樣 那建議各位如果你要用Google服務 當然就是用它的流氧器整合度會比較高 好 整合度會比較高 等一下我們可以來試看看 不過第一個呢大家要養成的習慣就是 請問你平常自己的資料會不會分門別類整理好 還是你都是放在桌面上一灑 灑下去就反正就知道在哪裡了 所以其實它15G說大不大縮小也不小 因為檔案也可以放很多 好 如果你真心想要用它的話 以後要找會比較好找 那還是要有資料夾的概念 但是它的資料夾概念並非說一定就是一個檔案只能放在這個資料夾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某幾個資料夾 或可能都有同一個類似的檔案相同的檔案對不對 你就可以用就是同一個檔案把它歸納到不同資料夾裡面去就好 這樣就不會重複佔空間 好 就不會重複佔空間 所以呢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是我在學校的 學校的那因為這個用的沒有很多 所以你會發現說我的資料沒有很多對不對 這個資料夾打開也還在可接受範圍嘛 你要會建資料夾從這邊 你看這裡 從這個建立這邊 有沒有 建立這裡 建立資料夾 好 資料夾 那 這文件什麼這就比較沒問題 好 所以你從這邊建立一個資料夾就OK了 阿如果你覺得 阿麻煩 我自己電腦裡面就資料夾都建好了 請問 要這樣自己在上面建立嗎 不用 但是呢 你要用Google瀏覽器 因為你可以從這邊做上傳 你看一下這裡 上傳 有沒有發現可以資料夾丟進來 所以如果說假設你電腦裡面都已經整理好了 你就不用做這件動作 你直接從這樣 但是如果用這樣子 再來選資料夾也有點慢耶 我比較喜歡的方法是這樣子 你可以從這裡 假設我有一個這個資料夾 好 這個 我剛剛那個 這個 好 這裡有一個資料夾對不對 我可以這樣子 按用拖曳的丟上來 整個資料夾丟上來 有沒有上傳 在右手邊 有沒有在上傳中 我是把整個資料夾丟過來 不過各位 只有Google瀏覽器 資源這樣子 火狐也可以 火狐也可以 但是IE 我記得是不行 好 IE是不行 所以你如果真的要搭配Google瀏覽器的話 硬碟的話 最好是搭配這樣子 那這樣一下就傳上去了 你也是可以選多個 我現在是比較客氣一點 我只是選一個 假設你真的比較多 第一次要整理的時候 你要放比較多 對不對 你就把整個資料夾拖過去 看你要拖幾個 一起丟過去 讓它慢慢傳上去就好 好 這樣是第一種方法 所以這樣會了嗎 好 你可以用建資料夾的方式 也可以呢 把資料夾直接丟上去 那如果你覺得這兩種方法 還是不夠快 那麼 就要麻煩各位 你來這邊 請問這裡有沒有一個叫做 下載雲端硬碟PC版 這個就拿來做什麼 同步用的 也就是你也不需要那麼麻煩的 你就直接下載 你告訴他我要哪一個資料 我要丟在裡面的 找電腦裡面資料夾 設定好之後 放在裡面的 就會自動同步到上面 這樣OK 所以請你先試看看兩個方式 第一個就是用丟資料夾的 你用丟資料夾的 你從這邊上傳的時候 你可以從這邊選 或者像我剛剛用檔案中文這樣拖曳的 第二個 麻煩你把這個 雲端硬碟的PC版 把它下載下來 那你下載安裝完成之後 它會要求你輸入你的 Gmail的帳號跟密碼 好 Gmail帳號密碼 那你把它打進去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該怎麼做設定 好不好 來請你先試看看 來請你先試看看 單一檔案也可以 單一 抱歉我按到了 單一檔案也是可以的 只是單一檔案通常說真的比較慢一點點 所以大致上我會比較喜歡 如果說你自己 在個人電腦上面都已經整理好了 直接用這樣會比較快 丟上去會比較快 好 那麼您現在呢 如果說你剛剛不小心就超過那個第二步驟 設定完了對不對 我們從那個 你看喔 在您的右下角那邊 不是有一個那個垃圾桶的回收嗎 有看到對不對 他那小的圖示就是那個同步的 好 在這邊 那你在上面按右鍵 有一個偏號設定 有一個偏號設定 在這邊 有一個偏號設定 一點 你剛剛那個對號方塊又會跑出來 好 又跑出來 那麼如果說萬一你確定我現在就不想用了 你可以把它跟這個 跟這個帳號做解除 那你的本機的檔案 就不會跟你雲端做同步了 好 就解除掉了 再來就是 我們往下看 這裡有一個叫做同步的選項 有沒有 同步的選項 我就要問一下 請問你每次都要同步15G嗎 其實不同裝置之間 有沒有需要每次都同步那麼多 這是很好的問題啊 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會不會每次出門 都帶著全部家當出門 你如果這麼沒有安全感的 很難相處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打出門很累 那所以說 其實有時候會有什麼情景 比如說 我可能是有筆電 也有桌上的PC 那一般工作 原則上可能就是以PC為主 對不對 以我自己來講 我PC大部分就是帶的出來 我只要帶局部的資料出來就好 我不需要帶那麼多 所以 我在同步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這裡有一個選項 有沒有發現這裡第一個 同步選項 只有將部分資料夾同步到電腦 我要用的 我確定我上課會用到 或者我出門這次會用到 我再打勾就好了 所以 你上面這個資料夾 就是你在上面建立的 你可以選擇說 我哪些需要用到的 像我來講我主要就是 工作的雲端同步就好了 其他的那些 我還是可以把資料留在雲端 只是我這一台notebook 我不需要怎麼樣 去抓下來 你了解我意思了嗎 你可能在家裡面PC的 那我需要 因為我可能 所有檔案都要 所以我可以一起同步 或者另外一種情形就是 像我這邊為什麼會 所謂的雲端同步工作資料 就是我現在正在進行中的工作也好 或專案也好 或教學 我放在這裡 其他這些可能是怎麼樣 資料有需要 但是不會很常變動的 我就不需要同步 等我覺得有需要的時候 我是直接上雲端去更新就好了 這樣你了解那個概念嗎 因為你不要忘記了喔 雖然有雲端同步很好 但是 當你一次同步很多檔案 或很大檔案的時候 請問會不會變慢 我們希望的雲端 希望怎麼樣 要即時一點 快一點 你要快一點 是不是就指同步你要的就好了 那你每次都要檢查 不必要的那100G 怎麼可能快得起來 對不對 所以有需要的再抓進來 這樣了解 這個事情很重要的概念 不要想說我全部都要 即使現在網路已經算不慢了 但是還是有它的瓶頸在 不是所有地方網路都很快 這個是一個蠻重要的 我們剛剛那個跑出來了 有沒有 還有23秒 我用的這 現在用的休息方法是屬於 怎麼移都移不掉的有沒有 它永遠會在上面的 那還有另外一個 再好一點點 是會把你的螢幕變暗的 會變暗掉的 那當然這個你都按關閉就沒有了 只是說至少你這樣會提醒 我知道我已經工作一個小時 有沒有變暗了 這樣就變暗了 所以這個是給你參考一下 真的 電腦好用 但是不能太超過 OK 所以這個先說明一下 那所以呢 您如果有需要的話 可以把這個地方 就是設為電腦開機的時候 就自動同步 你就不會忘記了 對不對 就不會忘記了 那這個呢 這個下面有一個顯示檔案同步狀態 就是那個我們剛剛那個三角形那個圖 如果它在同步的時候會有一個動畫 好 如果你覺得說 你想要看到它有沒有在同步的話 這個 那個可以看得到 這樣沒問題了 所以 你透過這個方式應該就會比較知道說 你的雲端的檔案應該怎麼放上去 那麼 這個程式 你可以放在你的Notebook上 可以放在你的PC上 請問 可不可以放在你的手機上 也可以對不對 所以 我等一下講完這個 我們就休息一下 哈哈 欸 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 你的平板也好 你的Notebook也好 請問 你的平板 檔案空間 或者你的手機 空間有很大嗎 你覺得呢 會不會很大 應該普通嘛 對不對 但是 很多時候還是會怎麼樣 還是會用的 不大夠 所以呢 手機或平板也不需要 全部東西都帶出去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欸 不小心讓你看到未接電話 這個時機操作 只是 我應該不能這樣直接給你看 這樣你應該看不到對不對 所以我是放在那邊 在這裡 有沒有一個雲端硬碟 放大 這樣我的手機就變很大 哈哈 如果說你的那個 這樣子會翻 等一下 要轉過來 你會比較方便看 好 轉過來了 有沒有手機上也可以雲端硬碟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 他也可以一樣 就是看一部分 你可以直接存在什麼 你的離線使用 在這邊 有沒有 這裡有個離線 那如果你是直接查看 有連線狀態也可以直接查看 所以這樣的話 各位應該 你要存取檔案 是不是就相對比較方便了 這樣就 達到我們剛剛解決一個 不同專制之間 檔案之間 要怎麼同步 你也不用擔心說 我現在放在手機上的版本 會不會是比較舊的 放在平板上比較舊 那你可能到時候又 版本不同步 所以這個是一個蠻不錯的方式 那這個 雲端硬碟 就是在我們Android上面的APP 或iOS也有 蘋果的也有 這樣 有沒有問題 可以接受 好 那我們就先稍微休息一下 來 好 哪一個同步 好 那個在這邊 同步的那個 在右下角 你看那個 右下角有一個這個 有沒有 有一個這個 好 你按右鍵 偏好設定 偏好設定 好 那你可以從這邊也可以看到 到底你用了多少的空間 其實雲端上也看得到 就是您進Google那個雲端點 也看得到 你現在空間有多少 我再補充一下 如果你要看一下你雲端的垃圾桶 垃圾桶也可以上雲端嘛 對不對 垃圾桶不會留 在更多裡面 你在左手邊這裡 左手邊不是有更多嗎 更多 有沒有看到垃圾桶 所以你從雲端一點裡面 預設刪掉的檔案 都會進到垃圾桶 雲端垃圾桶 它並不會直接刪掉 好 並不會直接刪掉 所以你隨時都可以就得回來 所以你隨時怎麼打開 確定有一點點 掃MB 甚至些是 чиwill